再来看到今年已经71岁的苏光翔 是相当少见的街头化塘师 虽然他是生长人士 不过每天他都坐上他的特制机车 寻找人潮往来的街头化塘营生 苏光翔说化塘对他来说是兴趣更是传承 现在赚钱是其次 只希望化塘的记忆能够再度发扬光大 骑着自己设计的三轮摊车 化塘师苏光翔来到这处校园口 准备开始今天的化塘生意 煮滚的白糖倒在铜板上 趁着糖浆还没凝固之前 化塘人苏光翔抢着跟时间赛跑 那些一旁扁的圆的 各式工具在糖浆上塑形雕化 化好老鹰头借着化鹰嘴 不只身体和翅膀 连老鹰的爪子等都雕化得极为生动 至于基本款的十二生肖 当然也难不倒他 更可爱的是时下流行的卡通人物 因为化塘一定得掌握时代脉动 和流行沾上边 尤其是小朋友喜欢的造型 小朋友继续选 做小朋友算是会选 不过现在大人什么都好 是爱调味 爱调味 从我们就要问 苏光翔一岁多时就罹患了小儿麻痹 从此四肢扭曲萎缩 喜欢画画的他学过画也想当画家 不过没想到老天爷又跟他开了个玩笑 水彩 油画 碳 树苗之类的 学过好几种东西 但是问题就出在于我射麻 你射麻 我射麻 我封面颜色很差 在民国六零年代 生肠人士的工作机会并不多 大部分的生肠人士 只能选择柯硬打钥匙 当作一技之长 填饱肚皮 还好柯硬对苏光翔来说也算有趣 他年轻时就靠柯硬谋生 直到偶然又接触到画糖这项记忆 柯硬后来慢慢的没落 我就想到说 这个行业可能不能长久 所以想一个来替代 我从小就对这个就有兴趣 只是找不到师傅的家 跟着师傅学了一年 苏光翔就开始了他的画糖人生 因为身体上的限制 苏光翔自己设计摊车 自己设计工具 这一行一做就是三十年 每天孩子们放学的这个时刻 就是苏光翔最开心的时光 我妈妈又说叫我再买椅子 好啊 来 你怎么要再 来 中了就给你 这个 中了给你 我都没有去你 那你要玩吗 中了 现在到我这个年纪好玩而已 就是为了好玩而已 生活压力已经过了 而且孩子都长大了 做到我不能做 或者是做到 车子跑不动了 从外表很难猜得到 其实苏光翔已经七十一岁 是位十足的老师傅 画糖对他来说已经无关谋生 更重要的是传承 现在销路更好 而且量更大 还有一个最大的量 就是专门销给那个 结婚的新娘 问题就是学的人很少 包括我两个孩子 他们都不想学 根据他的观察 画糖这一行 其实有起死回生的转机 尤其成为婚礼上 新娘伴手的小礼物 更开拓了传统画糖的现代市场 如果再加上一点文创包装 苏光翔真的相信 画糖不该走入历史 这项传统庶民记忆 一定会有再度发扬光大的一天 民事新闻众位林树民 台南市报道